台北市政府去年5月对大巨弹做出停工处分 但远雄认为停工后已经发生了地下水位上升 多处袖石等安全疑虑 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能够撤销停工处分 另外也向法院申请了停止执行该处分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为 须有适当的措施来防范坦塌的危险 也裁准了远雄基于安全维护部分复工 但北市府又提起抗告 最高行政法院认为 裁定并没有违误 具体复工项目不是法院可以决定的 所以今天驳回了台北市政府的抗告已经确定 台北市政府也随即回应 基本上尊重最高行政法院的意见 有关工地安全的维护 远雄需要依法就可以先行报备施工 台北市政府仍然会和远雄 针对工地安全需要改善的项目 持续的积极讨论